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白咖的出了這個秋冬的皮草椒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白咖的出了這個秋冬的皮草椒 assumption of inflating material 找不到殖的地方 把了 haven't happened 沒有說過 Roxie 你去幫子分離 我試圓營 wherein 我 obsc 때도 With you 我找不到那個女人 晚上就 Hause 到我現在開玩 ise 18色的顏色 那他們家的那個皮草膠 我覺得有一個還蠻好的部分 是它其實刷一層的話 就還蠻足夠飽和的 其實我大概兩年前左右 就使用過皮草膠 但是它需要攪拌 並且它的那個飽和度比較 還好一點 帶有一點透明感 可是你可以看一下Fight Color的 皮草膠其實有一些部分 也是帶有一點透明感的顏色 但有一些 顏色是屬於比較飽和 比較濃一點的 那像上面這個 從11號開始11、12號 這兩個顏色我非常的喜歡 15號我也很喜歡 16、17 17這個顏色它是灰白底 然後帶很鐵灰色的毛 所以它那個毛的感覺 就是更明顯 所以我個人還蠻喜歡 我覺得搭配單色就好了 那這個顏色是有一點帶暖色調的 一個針織的顏色 這個顏色10號我也相當喜歡 那前面是個這個紫色呢 我比較喜歡4號跟5號這兩個顏色 邊最喜歡的綠色是這個顏色 這個11號這個綠 我覺得它是有點帶有感染綠的 一個感覺的顏色 這顏色在秋冬會非常的好搭 然後今天要製作的這一款是 鮑紋 因為今年秋冬非常流行鮑紋 那其實鮑紋一直來 在指甲上面都一直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那我覺得今年的畫 感覺比較再更自然一點點 以前可能會有一些比較Q版的 或者是 比較可愛一點的紋路 但我今年特別的喜歡就是有一點點 毛泥質感啊 然後毛隆隆 但是又是那種非常真實的顏色 那種感覺的鮑紋 那這一款呢 我的原始發想是YSL的一件 那個針織毛衣 然後是鮑紋的感覺 因為雖然說是鮑紋 但是我並沒有想要畫那個 就是真的動物的紋路 我是把它想成一個織品的概念 那這次就是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款式 剛好運用到它們皮草造的部分 我覺得做起來還蠻好看的 這款造型裡面有用到的皮草造的色號是10號這個 剛剛說這個比較帶暖色調的這個 灰調的這個皮草 那剩下兩個顏色是我 那個那組造型裡面搭配單色的顏色 各式11號跟12號 這兩個顏色我也特別喜歡 我覺得整個很有秋冬的感覺 炫光膠的8號跟9號 角色彩膠 44號跟2號還有41號 41號呢 是那組搭配裡面的單色 這個 這個年段這個顏色 它很像那個風衣的卡其色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那44號跟2號這兩個 我等一下會調成比較濃一點的咖啡色 所以是這兩個顏色 建構膠 這個是透明的 不是二代 二代是比較稠的 然後這個是一代透明 這一罐它的那個 軟硬度啊 很適合做很多的造型 就是用它那個 有點水潤的質感啊 可以做出很多 有點可以暈開的一個效果 還有FightColor的亮面上層 809的平比 好 這是這次會用到的材料的部分 先使用皮草膠的10號 打一層底 因為現在我覺得我大部分做的造型啊 都有一點點透感 可是它會有一種 不是平面的感覺 是我比較喜歡的設計 所以我不喜歡打底的顏色 就是打得非常的紮實跟濃郁 剛好把所有的底色都蓋掉的感覺 我覺得指甲這麼有趣的部分 就是因為它本身帶有一點透明度 在一個平面裡面可以做出立體感 是一件蠻有趣的一件事 那它這個皮草膠啊 它雖然是角油膠 可是它的毛量 很濃郁 所以你這樣刷一層之後 它就會很均勻的 每個部分都會有那個皮草的感覺 可是呢它整體又不會非常的濃 所以它不是飽和到你整個假面 都沒有一個透感的感覺 好這樣先去照燈 那我們要來調色 使用44號跟2號這兩個顏色 調出一個比較深一點的咖啡色 因為它們44號是這個帶紅的咖啡色 然後2號是黑色 黑色你在使用的時候 在今天的款式裡面 你要選擇的濃稠度呢 是不要像彩繪膠一樣那麼濃的 這樣待會我們在做暈開的處理的時候 會暈不開 所以呢要用一般的黑色就好了 就是你平常在刷 然後塗布整個假面的那種黑色就好了 咖啡色跟黑色的比例大概2比1吧 大概這個顏色的感覺 然後呢把那個 炫光膠 炫光膠兩個顏色把它取出來 那黑色呢可以打開等一下待用 其實這個款式啊也是蠻快就做好了 它我只覺得它就是 自然的東西就是平一個感覺 809的這個平比 Fly Color的這個建構膠 我剛剛有說嘛 它的透明衣袋啊 是屬於比較水潤一點的建構 這種比較軟質的建構 先薄上一層之後呢 它可以就是帶領你待會的色膠 變成有一個可以暈開的一個質感 先薄上就好了 但是均勻的 上在整個假面上 可是不用 不用刻意刷的很厚 所以筆可以不用 這麼 平常我會請大家就是要把筆放平 因為可以刷一個均勻的厚度 但我們現在要 刷一個比較薄的厚度的時候 你可以把筆稍微立起來一下 但是因為它這個膠很滑 所以呢就是 稍微用力一點 但是它還是可以均勻的 分佈在假面上 這種滑滑的質感 那還不需要照燈 拿出剛剛的 調好的顏色 先用 黃色 這個顏色 自然的東西啊 你要把它看起來很自然的感覺 就是顏色的 漸層過去啊 要很不經意 如果你很刻意的做出 一塊一塊的感覺 看起來就會比較沒有那麼自然 跟比較假一點 那像這個爆紋 它本來底色就會有一點髒髒灼灼灼 所以就是 不規則的去拍上一點 這個帶黃的透明 所以為什麼要用透色 因為如果你用一個飽和的顏色的話 它就會蓋掉所有的底層的那些毛 那你就會看不出來那個層次 也不會有一個透光的一個感覺 不均勻的上 那我可能 比如說我現在 思考好 不然我可能說 在右上角這一區塊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讓它 稍微髒一點 那黃色打完之後呢 加一點點橘色 可是橘色的量 要比黃色的量 再少一點 然後清帶 我們在清帶這個 膠的時候啊 因為整體我們都還沒照燈嘛 我們刷了一層透明 再加這些透明的顏色上去 所以呢 我們再把它 有點暈開的感覺 有的時候 比不能立的這麼立 你在立起來的時候 會把那些膠都纏起來 所以我們要輕拍 等於是平放 就是平放假面這樣子 輕輕的去帶它 把它帶著 讓它自己膠跟膠之間 去做融合就可以了 就是先清潔一下筆刷 都還不需要照燈 所以我會跟你們講說 要清潔筆刷 這樣我們才可以再做下一個步驟 好 局部呢 因為我大部分的處理啊 我都不太會換筆 我很常都是用一個平筆 就做完所有的款式 那平筆有個好處是 它的角度有一點固定 像我如果等一下沾取一個角角的話 它就會比較容易畫出 不規則狀的東西 如果我換成了小筆的 圓筆的話 我在暈染的時候 比較容易都會 暈出圓圓的線條 我就覺得那看起來稍微刻意一點 所以我比較習慣用平筆 那用筆呢 工具這個東西 我覺得都是看你自己習慣 你高興用什麼筆 就用什麼筆 好我都會沾取一個角落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在畫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輕輕的 輕輕的把膠放上去 筆呢 非常的平躺於 平躺於假面 不要把它筆立起來畫 平躺於假面呢 你會很薄很薄的 把咖啡色放上去 然後畫出不規則狀的 鮑紋的圖案 其實我覺得鮑紋沒有一定要 一塊一塊圍繞 它有一些是 咖啡色的斑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畫的比較像的話 基本上大的 大的東西掌握到 大大小小的不規則狀 然後幾個大的裡面 可能有塞一點別的顏色 但是可以以色塊為主 那在放的時候 就是記得要輕輕的放 它才會是一個 有點片狀被你撥開的感覺 好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我們都還沒有照燈關係 所以它們是不停的在暈染的 筆一樣清潔乾淨之後 沾取一個角落的黑色 那我們剛剛放的是咖啡色的嘛 所以你可以在咖啡色比較濃的這個地方呢 放一層黑色 加深它顏色 那我在放的時候 我是放上去我不是畫 就是放 放膠的意思 所以我是很輕很輕的 碰到一下 夾面 然後也不用你剛剛畫的每一塊都放黑色 你想要強調的那部分放黑色就好了 剩下有一些比較淺色也沒有關係 那再把筆清潔一下 在你的有顏色邊緣可以加一些剛剛這個半透黃或者是橘色 從頭到尾我們都沒有照燈喔 這款很快就畫好了 只是你放的位置要先稍微想好一下再開始畫 在你畫的過程中它都不停的在暈開 好像剛剛這個有洞洞的地方啊 像抱紋中間那個洞洞的地方 你就可以再放一坨黃色 它會互推 它會跟黑色這樣子互推 因為膠洞還是滑動的狀況嘛 所以它們會互相推來推去 比較多我是用黃色 但是你局部也可以加一點點橘色 那如果你想要挖洞 你把黃色點進去裡面 它就會變成像那個爆紋的一個洞 橘色只要加一點點就好 好 整體顏色你覺得加的差不多的時候 把筆再清潔乾淨之後我們 比如說這裡我想要讓它再更 滑動的再更均勻一點 這裡的色塊有點明顯 我把它放近一點 這裡的色塊有點明顯 把筆也是放平於假面 然後有一點碰到的時候呢 這樣子滑動它 筆這樣子上下滑動 我們碰到的是膠不要戳到假片 是碰到上面的那些膠 輕輕的這樣子 把它撥開 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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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要離得很遠 你如果離開那個色塊的話 會讓那個色塊變得越來越大 只要把它輕輕的從邊緣撥開就好了 那個膠呢它會互相自己暈染 但你在撥開這個動作中呢 它會看起來很像毛泥 好像毛衣的那個龍龍的感覺 所以不要擔心會把它用的太髒 但是你不要離那個色塊太遠就好 會變大 輕拍 放上去之後我們就拖到了一點膠 那拖到了一點膠你就這樣子 上下滑動一下上下滑動一下 有點像是把它們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那因為它底層是那個皮草的關係 所以你這樣子把它拉出那種絲線 它會跟那個皮草的底色更加的融合 我覺得差不多的話就先去照燈 好 豹紋要怎麼樣自然 豹紋就是要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不規則的色塊 然後它有一些開口 所以你畫了一些大的之後 然後你要在旁邊放一些不規則狀的小的 這樣大大小小的放 那盡量有瘦有細 有粗的 然後它可能收起來的地方細細的 這樣 它的斑點就是 你如果畫的很 很規律粗細的話就會不像 所以你可以畫幾個很大塊的 然後再拉一些比較細的 這樣子 然後盡量不規則狀 所以不小心畫出規則的 圓形的時候 就加幾個腫瘦 讓它不規律 它就會比較像真實的 那最好是把大跟小的落差做起來的話 會比較像一點 好了 照完燈之後呢 它整體的感覺會真的很像動物的那個 毛茸茸的質感 然後黃色的部分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我覺得它整個看起來就是有點太野性 所以呢 我會再疊一層 10號的這個皮草膠 然後取非常的少量就好了 取少量 那我們剛剛做的是類似這樣子的線條 所以左上這邊是不是乾淨的 所以我們從左上這邊 帶回來 帶一點點 那這裡可能 因為這裡的顏色我稍微做得比較濃一點 所以這裡可以遮蓋一點局部 局部就好了 你看我沒有刷很多筆 可是你局部的蓋完之後 它就會看起來更像那個毛 就是會飛不同顏色的毛跟光澤 然後蓋過來這邊 好 放上去之後呢 再用平筆稍微把交界線 帶不明顯就可以了 它這個皮草膠啊 因為它發色還蠻濃郁的關係 所以它一層就有一點點基礎的遮蓋效果 我覺得做層層疊疊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把交界線稍微那麼模糊 那因為反正它的皮草 其實它亂亂的也沒有關係 那也不用把它全部遮蓋起來 你會覺得顏色變得很飽和 剛剛好不容易做出透透的感覺 可是最後卻把它打得很飽和 最後呢直接上上層 還是你要看你要上霧面的還是亮面的 就可以完成了 這次上霧面好 使用Fine Color的霧面上層 Fine Color的霧面上層 我好像推薦過很多次 但我好像沒有在造型裡面使用過 在上的時候啊 你要把它上完之後 它是呈現這樣子亮度的光澤感 但它是免輕的霧面上層 所以你一次把它照乾它是最霧的 然後它霧的感覺是非常乾爽的 就是像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如果它要亮不亮 要霧不霧有兩個問題 一個可能是你上的亮不夠了 你上的很薄很薄的話 它不足以把那個亮面遮蓋掉的話 它就會看起來要亮不霧的 但是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你沒有把甲片推進去那個燈裡面 它沒有照足 那如果它是正常的 像我剛剛就是 呃你刷上去它變成一個亮面的那個厚度的感覺 然後一次把它照乾的話 它就是這樣子霧霧的感覺 然後完全不用除焦 是非常清爽的 所以它霧面我一直都蠻喜歡的 照完燈之後是長這個樣子 它整個就是一個很霧面的質感 很像那個毛泥的那樣子 一個織品的感覺 那如果你喜歡亮面的話 它可以做出像這樣子的一個光澤度 那它一樣呢 你會感覺出來 你會覺得那些爆的紋路啊 還有毛啊 它會呈現在不同的 呃距離 就是有一些它可能是被毛夾住的 一個比較沉進去的畫面 有一些是比較浮起來的畫面 那是因為我們最後做了那個 皮草膠做層層疊疊的處理的感覺 那搭配的話就可以像這個樣子 其實其他的顏色啊 我覺得皮草膠單色就已經蠻好看的 所以搭配像這樣子 比較真實一點的 然後再加一個爆紋 然後再加一個貼飾 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蠻好看的一個搭配 那上面的話我就是會黏一點小金線 那如果說你要黏一些鑽啊 其實像這一款我就是留的 留白位置稍微比較多 所以你這裡要黏貼飾啊也都很可視 那打底的話其實從頭到尾就只有做兩層嘛 一層就是 一層底色然後一層暈染 最後再遮蓋一點點局部而已 算是速度非常快的 所以如果你是做了這樣子的造型上面要配飾 我覺得也不會花太多的時間 那我剛剛有說就是爆紋啊 我覺得盡可能讓它大大小小比較好 這一款的話我覺得它色塊就是有一點點比較一致 所以我覺得這個爆沒有那麼的漂亮 那後來的這三個是我後來做的 我覺得你把大小啊還有濃度再錯開一點的話 會更有那種毛裡的質感 就推薦給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造型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把影片點一個讚 那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人 再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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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先下支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